嘶 share story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聽JYP電台 今天會和大家追蹤一下MIRROR的近況 MIRROR 亦是大事故 發生了之後 事發多日 一直有很多 當中的藝人 以及一些相關 觀眾都有 支持受傷的人 希望他還有 康復 MIRROR成員 一直在發生 事件之後 一直都沒有發表 也沒有公開發言 早前 Ian、Frankie、姜濤 都說他們不會放棄 亦都等待 一個光明的一天 事發多日後 MIRROR的經理人 花姐終於在社交平台出帖 花姐在意外 一直都沒有正式發言 而她最近 都在社交平台出帖 她就說 這幾天 又見到自己的脆弱 就感謝家人的陪伴 感謝公司上上下下 為我門奔波 也都感謝朋友 和鏡粉的慰問 祈求 阿Mo 風 和她的家人 Dancer 所有的人都可以早日度過這個難關 而MIRROR和她一定會撐住 沿途高低伴我走過 同考驗與消亡 假使我難受過你 看透我 竟比我多餘不安 判你經過 便能硬朗 We are all one and all 從不止我一個 看到花姐這次出帖 都是 首先澄清傳聞說會解散 MIRROR怎樣怎樣 那些傳聞 但是呢 在這裡更加是 經過了一些事情之後 終於是大家都有 一來就是情緒上 還沒處理好 第二來就是 大家都是一個比較開朗 樂觀的心態 要面對的 我自己也是認同 日子中要過 難道你在這裡 站在什麼 也都 勞保要事 就是 你幫不了病者 去康復之餘 你也帶不到 給一些傷者的正能量 我覺得這一點是 是重要的 其實可能 人生可能面對一些 困難困境 其實 最特別的一點就是 人是 之前看過一個 心理學的影片 他就有說到 其實 人呢 為什麼要生存 人生存 其實是 是想找到希望的 就是 當人有一些希望 在這裡 越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希望 其實人呢 是越在這個難關上面 可以捱得過 就是可能 這個難關是很痛苦 是一個 torturing 是一個節目 但是呢 當他身為一個 可能那個希望 是很簡單 可能是 見他的兒子一面 或者是很 很簡單的希望 不是說 我要很難的 做到很多很多這樣的演 而是一個很簡單的希望 反而可以令他 捱到這些難關 其實 在這裡 我自己覺得 會是一個 沒有辦法 當然 追究責任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 我也說了 事情已經發生了 我們沒有辦法 回到過去 然後改變 過去發生了的事情 所以 人只能向前望 看見他們出帖子 我都覺得是 樂觀的 起碼就是 心理的狀態 不是真的 吸叉 但是當然 不知道 十二指 其他人的狀態 是怎樣 同時 其他的舞蹈員 也不知道他們的心理狀態 但是希望他們 都可以 咬著眼睛 這樣 渡過這一切的難關 我上一段影片 也有說到 就是 MIRROR在演唱會發生這麼重大的事故 或者是這些 這麼危險的事情 其實 他們的心理狀態 是不適合 立即去進行一些表演的 因為 一表演的時候 其實 他們會回憶起一些傷痛的 那這些狀況 絕對在他表演的時候 就不會有一個好的表演 第一個就是去日本演出的 這個機會 是首當其衷 那就是5號的時候 即是今天 那日本的音樂制 Summer Sonic 也都 說了 其實他們是不會再 即MIRROR不會出席 他們 這個月20號的一個表演 那 也都是會去取消他們 8月 這個日本Summer Sonic 的 嗯 一個表演 那呢 今天早上 日本官方已經宣佈MIRROR 將會缺席的這個消息 那我講到 因為無法預測 的情況 那而且 就是知道他們要缺席 那他們也是感到非常可惜的 那MIRROR也都回應 就是 遺憾的是MIRROR 今年是無法去參加Summer Sonic 那我向大家去 至聚 叫做誠致的協議 也都希望有機會再次參與 那我大批的Fans 也都湧到Summer Sonic那裡的IG 就為MIRROR打氣 那我表示理解不明白 也都希望組合之後 也有機會到訪日本了 那在這裡 就之前看到一些留言 就說 有機會穿出亞洲啊 那現在沒有了 就看到這些留言 那我就覺得 其實衝不衝出亞洲這件事 都是事兆 我覺得 如果你的狀態是 還未準備好 那你去到別人的 地方 就是別人的主場 那你去跳得不好 或者是整個表情又不好 情緒又不好 那你就是 反而是一種出醜 我覺得 那 還不如你做好 裝備一下你自己 然後當你的情緒 各樣東西都會好 準備好的時候 然後就在那個舞台 去發光發亮 那就更好 我覺得現在 當下不是去想 衝不衝出亞洲的問題 現在當下是想 其實MIRROR他們的心理狀態 其實是未準備好去再表演 還有踏上舞台 對他們來說 是第二次的傷害 因為他們 還未去 recover的時候 你再去 叫做 令他們 回憶起 他們表演的時候 情況 那是不是真的一件 好的事情 對於任何人來說 對於觀眾 表演者來說 都不是一件好 就是觀眾 享受不了之餘 然後你的表演者 也不是一個好的狀態 雖然 表演者去娛樂到觀眾 這一件是好的事情 但是前來下都要有好的一個心理狀態 那說到ViuTV 最近也有一些事情 是需要研誤的 那第一 就要處理這個表演的 一些各樣很多方面的處理 包括是表演者 舞蹈員 他們的一些心理輔導 又或者是醫療上面 那另外就是 門票的事情要處理 所以其實他也沒有那麼多時間 去籌備一些 叫做 新的節目 那其中 COLLA的成員 蘇芹呢 更加是 暫時就沒有看到他 有在裸碟上面露面 那仍然 他的男朋友 阿Mo 都仍然在伊利沙伯醫院 深切治療部留意 情況 仍然都是危桌 那 那 這件事情 就 希望 有一個 比較好的 結果 結局 對 因為 阿Mo 這個 我就不可以評價什麼 因為始終 我不是一個專業的醫生 對 我也不知道他的情況 但是 我就是想說 就是 希望 希望 有奇蹟 對 因為 說真的 你的 椎 是在 脊椎的附近 完全是影響你活動的能力 那 當然 ViuTV也有一個真人show 叫全盟造星 那 最近 其實就有說過會宣佈去接收海外人士 但是 經過這樣一搞之後 我們 全部都很關注 ViuTV Make a Feel Mira Color 他們究竟 怎樣的情況 另外 Mira 日前 也有到ViuTV的總部和高層見面 據了解 全民造星5 會繼續籌備 但是延期播出 就不知道會是怎樣 那 同時 也 在招募之前 其實是 吸引大量的廣告商去放棄了 但是 突然因為 這個 叫做 Mira 演唱會的事 那 他們應該涉及一些 巨額的賠償 那 還有 很多時候都不知道到時候 Lockman AK 他們會不會 都是會去 加拿大 他們去找一些新人 那 又 至於一些新的情報 或者新的消息 那 就應該其實是下個星期 會公佈 就是他們會再去安排一下 他們公司的 之後的節目 或者安排 所以大家都 可以留意 ViuTV 他們的 可能 記者之外會 跟著 另外就是 Mira 最近 他們的近況 花姐等等 那 這個 就要看回 他們的情況 至於 Mira 到什麼時候 才會 在公眾上露面呢 我相信 都是 一兩個月 的情況 那 這個 大家 就是 就是 叫做 叫做 去 都放心 現在至少 知道他們 都是 optimistic 樂觀 去面對 那 希望 所有的事情 都 最後是一個 比較好的結局 對 那 都一直留意著 Mira的感況 那 今天這條影片 就分享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也可以給我一個Like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也可以按訂閱 按小鈴 那就不會錯過精彩的片段 記得到Facebook那裏 Follow我們 我們下次見 Bye Bye